說到疫情就來看到 臺灣的秋冬防疫專案 十二月一號就要正式上路了 十二月開始 入境臺灣的人都必須要 減負三天內的陰性 證明才能夠登機 引起了部分臺商 還有留學生的反彈 而衛福部長陳時中就說了 現在有症狀 還是可以回來啊 然而今天就真的新增了一例 確診的個案回臺了 他是從西非加納回到臺灣的臺商 由於他的病情比較嚴重 也是所謂搭乘醫療專機 回臺治療的確診個案 新冠病毒疫情延燒以來 出現了第一起 達成醫療專機返臺的個案 地點是從西非的加納 他是因為五十多歲男性 今年二月到加納今生 十月下旬 曾經接觸確診個案 十一月五號採檢後確診 因為呼吸急促胸悶等狀況 十一號到當地醫院治療 因為病情加重插管 因此申請醫療專機回臺治療 於二十號抵臺直接送醫 指揮中心表示由於加納醫療量能不足 外加上病患的狀況嚴重 才經由專案處理 目前回臺治療之後 狀況已經改善 而由於十二月一號 秋冬專案開跑 入境者必須檢部三天內核酸 採檢陰性證明 有臺商反應 等於是讓確診的國人跟留學生 無法回臺 違反健保精神 那現在可以回來 如果他現在已經有症 症狀 現在可以回就回來 指揮中心表示 並非完全阻擋入境 若當地無法自備採檢 到時候可以開放其他方式 讓國人反國之後再自備採檢 相關規劃將陸續公布 而且若在當地確診 也可以在當地就醫 費用可以申報健保 至於桃園機場 兩個航廈一百多名檢疫助理 都是由保全擔任 甚至一度傳出口罩 跟防護衣不足 指揮中心強調全部按照規定 機關署也提供了防護衣 會再跟保全公司 做進一步的了解溝通 環時新聞 順便李仕見 台北報導